包括香港在内各界持续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而在台湾的闹区西门町 周末也有法轮功学员上演反活摘行动剧 向路过的民众连署征签 签署的民众都纷纷表示 应该要出来制止这种强摘器官的罪行 周末下午闹区西门町 有一场独特的征签活动 真人模拟的活摘行动剧 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这些台湾呼应已经在世界各地展开 由国际非政府组织 一声反对强摘器官组织发起的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全球征签活动 连熟的民众都纷纷表示 应该制止这种行为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应该站出来制止这种行为这样 过去换身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中共都一直在迫害法轮功 所以你是觉得说像这样子 在中国盗卖器官的事情我非常觉得 很严重啊 非常严重啊 那你亲密联署是想要表达 你不要再要这样吗 对 对 因为他们就是有讲说 就是中共他们有很多那种 做一些不人道的事情 对啊 然后就听到他们一些解释 就觉得假设这个联署真的能够 就是有机会制止这样的恶行的话 那就是应该签个名这样 行动剧中中共公安一手交钱 一手拿器官 这样的恶行在中国真实上演 在国内的媒体 现在只有大纪念时报 还有新唐人电视台有在报道 中共活摘器官的内幕 所以我们法轮功学员选择 在各个重要街头 把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把它曝光出来 那会做到什么时候 就是一直做到 中共停止破坏法轮功 我们才会结束这个活动 法轮功学员持续传递真相 就是要唤醒更多人的良知 一起站出来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 新唐人电视 陈学习 吴一齐 台湾台北报道